副總統賴清德脫掉西裝外套 領帶 穿上圍裙 體驗手做巴拉圭傳統小吃 乳酪鬆餅 吃帕 還有另外一邊則是T跟W 像是台灣 T上台八兩國國民縮寫 中間搭配愛心 賴清德出嘗試 成品讓他很滿意 吃起來就可以吃這個 很香 很好吃 其實這是台灣婦女婦權計畫 種子基金 協助八國女性創業 兩國合作 還有台八科技大學計畫 透過台科大師姿 協助巴拉圭培育人才 至今已招收五百名學生 跟八國學生互動 拉近距離 賴清德更送上台灣造型抱枕 打開可以變成警診 讓八國學生大大比讚 貝尼亞總統跟我都有一個想法 巴拉圭共和國跟中華民國台灣 要共同合作 協助巴拉圭打造為南美洲的台灣 這是賴清德跟巴拉圭總統當選人 貝尼亞一起許下的願望 他也跟貝尼亞相見歡 歡迎 歡迎 貝尼亞熱情跟賴清德握手擁抱 還拍肩 他即將在當地時間十五號 就任巴拉圭新總統 另外賴清德也見了即將卸任的總統 阿布多 並感謝他任內促進 台八兩國邦誼 並接受八國參議院議長歐斐拉 五夜 同明天到官方 台八兩國持續深化交流 三天新聞 留愛見 原本我巴拉圭 財馬島